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有关八一南昌起义 我们已经在很多很多集 聊过很多很多次了 今天就不多说了 这个庆祝一下八一建军节 各位军人为国服役辛苦了 我只说一句话 南昌起义诞生了我们十大元帅里的八位和十大将里的七位 可见什么缔造了我军 就是南昌起义缔造了我军 我们来讲讲1291年的这一天 瑞士独立 大家首先想起瑞士 先想到的是中立国 然后想到的是瑞士银行里存了很多钱 然后想到瑞士手表 以及能开瓶子 能干各种事的瑞士军刀 但我觉得最值得讲的就是 瑞士从1815年之后 它地处欧洲最中心位置 欧洲打了那么多仗 在那之后 都不停打仗 欧洲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随着工业的进步 随着文明的进步 用战争建议文明的最重要的地区 瑞士一直保持着繁荣跟富强发展着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 一战二战把中欧的各个国家都打得弥烂 一战以后整个法国也打碳了 德国也打碳了 意大利二战也打碳了 这些国家都是围着瑞士的 世界历史上有很多国家说我中立 你说中立没用 我就要打你 二战的时候比利时还要中立 马上就被占领 只有像瑞士这样 武装中立 就说我要中立 我要和平 你最好给我 你要不给我 那你来试一试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立 瑞士保持到今天和瑞士民族小勇善战 以及瑞士的地形 非常的复杂 整个在阿尔卑斯山里面 所以打他付出的代价会非常的高 连路过都不行 我给大家讲个例子 二战的时候 瑞士出动空军 在整个边境巡逻 干了什么呢 击落了数十架德军的战斗机 击落了一百多架盟军的轰炸机 因为盟军去轰炸德国的时候 经常飞歪了 在阿尔卑斯山上面晕了 刚飞到瑞士边境 瑞士不管你是盟军 还是德军 你来了就击落你 所以大家说算了 别招这个 这也厉害 瑞士这个中立也是全世界的需要 大家需要一块地方 所以一战也好 二战也好 大量谈判都跑到瑞士去谈判 因为在这里 他是中立的 他没有什么倾向性 反正他就挣钱 提供一大堆会展 瑞士会展全世界第一的国家 包括每年我们总理都要去的 达沃斯 全世界的大论坛都在瑞士 所以瑞士这个中立是非常有保障的 所以瑞士人民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 在这么多年里 没有经受战争之苦 瑞士又是全世界最美最美的国家之一 因为没有战争来摧毁它 瑞士全世界环境最美好的 这个国家除了树 就是水 到处是漂亮的森林 以及那个湖水 尤其是你要滑雪的时候 你跑到山顶上 比如瑞士一个滑雪 叫安格伯 拿安格伯去滑雪 缆车把你拉到一万尺的一个山顶的时候 你往下一看 你将人心都碎了 如果失恋的话 也要去瑞士 你就觉得世界如此之美 他说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这怕什么呀 滑雪的时候 一边滑一边看着两边的湖水 那心情极其的好 然后瑞士滑雪 瑞士是滑雪圣地 瑞士滑雪就是他们民族的最基本 最基本的 这倒是滑雪心里特别受伤害 你大雪道下来的时候 两边没有任何防护网 我当时上去看 我说这 拐弯的时候一下就出了下去 那下边这万丈悬崖 就没有 只有这么细的 就跟毛线一样 这么细的一根红线 告诉你这是边界 所以至于我 其实我滑的还行 我本来可以下去 如果有防护网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每到拐的时候 自己先趴在地上 然后把滑雪板拿下来 扛在街上 慢慢再走过这个弯子下去 然后我在这地上趴的时候 就看见各种五岁六岁的瑞士小孩 刷刷刷 冲到旁边下去了 就他们那个民族来说 滑雪就是跟走路一样 瑞士最著名的饭 叫做Cheese Fondue Fondue就是火锅的意思 Cheese Fondue 为什么是瑞士最好的 因为瑞士的cheese 是全世界最好的 瑞士起子很有特点 都烂了 里边长毛 乱出各种洞来 然后拦了巴基的那种毛在上的 但是切开了特别好吃 不像美国cheese 长得不漂亮 一吃没那味 Cheese Fondue差不多要好几种cheese 一起再比着点火 然后融成一个浆糊一样 涨海洋港倒浆糊 这个浆糊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用面包块 拿一个叉子卷起来 那个cheese 拔出来 拉出这么长的丝 大家要去吃饭的时候 看Cheese Fondue好不好 就看这拔这丝 只要这丝拉得长 就说明Cheese Fondue做得好 我曾经非常倒霉 人家在瑞士的一个古老的饭馆里 被烘了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Cheese Fondue在西方 在德国 在英国 在美国有很多 美国有一个大的连锁的 Cheese Fondue的店 叫做Malting Pot 就是融化的锅的意思 在美国大城市全都有 人家在美国改良过 所以他涮很多东西 不光是面包块 还有点别的 你有可能有香肠 有什么蘑菇 什么之类的玩意 土豆 然后我进去以后坐那 人家给我上Cheese Fondue 一上来只有面包块 我说你怎么只给我上面包块 我还要香肠 什么土豆 乱七八糟 人家说 我们这里没有那些东西 我说没有去切 我们在中国习惯了 说你咱出发了 给我切切不就完了吗 在那说一通 一会他们经理出来了 特别包太出来的 一个特别迪斯的那种 一看就是中欧瑞士 那种大绅士 过来说 先生请您离开我们这里 我说为什么 说你影响了我们的其他客人 说你看我们这都是 几十年老客人 旁边都坐着那种 特别绅士的老头老太太子 都在看我 而且说你 这个不尊重我们的传统 我们瑞士七四方素 就是只有面包块 我只好说 那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就面包块就行 那就不闹了 那也请你出去 因为你已经闹了 已经影响了我们 给我气的 最后我只好站起来 高唱了一首 苏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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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都够休 装日本人 我说在这丢了人 咱别说是中国人 装日本人 瑞士没有瑞士语 有一天我在看世界杯转播的时候 看到黄云祥 黄云祥因为做得特别好的哥们 他说说 瑞士这个怎么怎么样 说说 然后他们 说他们现在在商量 他们在说瑞士语 别人听不懂 我一听我赶紧给黄云祥发一短信 我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瑞士语这种东西 瑞士是北部以苏黎世为中心的地区 是说德语 是占瑞士最大人口 西部以日内瓦为中心的是说 你听着名字 Zurik 这就是德语名字 南部以鲁卡诺为中心的 叫洛加诺 是说意大利语的 东部有一小点说 有变了种的罗马尼亚语的 那么一个小少数民族 主要是这三大区 在瑞士开车 几乎一半时间在隧道里 瑞士的高速公共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 在山里面还能分岔 那时候没有GPS 我们90年代在瑞士开车的时候 总要是有一个人拿地图 就是我拿地图 因为我会看地图 然后地图一看到虚线 就告诉他进山洞了 就进山洞 然后他一看到地图 那虚线在里面分了好几个岔 山洞里还有红里灯 然后在这边左转那边右转 瑞士几乎是在里掏空了 除了战备就有公路 然后又最美的公路 是沿着湖边的山 凿出的半隧道 就是这顶上还有山 但是这儿是空的 一边开一边看 漂亮极度的湖水 然后各种帆船等等在那 瑞士人民几乎生活在天长 瑞士不但是人均GDP第一 因为它的工业是非常精密 瑞士是资源匮乏的国家 他怎么想 他就不做大工业了 比如说造汽车造轮船 钢拿来造成轮船 其实涨不了多少倍附加值 同样一块钢 他拿来造手表 大家想一块钢造成手表 卖出那么贵 这要附加值太高了 所以说手表世界第一 瑞士都是这种非常精密的 刀口特的瑞士刀 都是世界上最精密的 打开来能干无数事 基本出去旅游 你带一把那就够了 从开这瓶到开那瓶 到干什么都行 剪刀什么都有 所以瑞士的经济是非常的发达 瑞士的人均资产世界第一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瑞士银行因为中理 所以战争期间 大量的钱都往瑞士存 战争以后 所有贪污犯都往瑞士存 马克思夫妇 所以里面的大贪污总统 几十亿美金都存在瑞士银行 瑞士银行当然有一些做得不对的地方 大批的犹太人的财产 存在瑞士银行里 但是后来战后 因为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一塌糊涂 最后很多人就无头了 那些钱瑞士特高兴 钱也没人来领 六百犹太人被杀了 犹太人都很有钱 就不管了 就在那存着 然后谁来要也不给 以色列来要也不给 说这是人家个人的财产存在过这 人死了 人没人来要 这件事 一直在国界上很大的争议 但瑞士一直说 我为什么能提供全日最好的金融服务 就是因为我这个保密 包括纳粹的钱存在点 他也不让你查 犹太人的钱存在点 他也不让你查 他就是这样一国家 他不怕你 你说什么我也不听你的 瑞士一到2002年才加入联合国 假如想让其他国家 不能建国第一天就申请加入联合国 申请不下去 还要闹闹闹 一定要在联合国有个席位 瑞士1291年已经成立了 联合国19加入后就成立 瑞士都不加入联合国 就是为了不受任何人控制 我就是中了一国 一到2002年 瑞士才大概全界最后一个 加入联合国国家 就是瑞士 所以瑞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 瑞士到今天也不加入任何申根协定 或者是欧元区什么都不加入 所以去瑞士旅游特倒霉 拿着申根签证 可以去27个国家 但是去不了瑞士 一定要在单独签一个瑞士 然后其他人都用欧元 到现在瑞士还有瑞士法郎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